当美娱顶流与港权顶流同框 江涛和肖战到底谁更胜一筹 前段时间 六公主组织了一场香港回归周年晚会 邀请了两岸三地的上百名艺人前来参加 肖战荣幸被邀请 作为东道主的美软男团 也同样在邀请名单之中 得知两大顶流即将同框的消息后 网友们立马写下神评 肖战对江涛杀鸡烟用牛刀 当然还有网友调侃道 人家只是出对三你居然下王诈 实在是对港权顶流太不友好 不过可别看江涛在内于出圈希望渺茫 他在港圈的影响力那可是相当的火爆 想当初刘德华只是在红毯上 与他礼貌的合了张照 就被粉丝质疑蹭热度 而林俊杰就更惨了 本来邀请了江涛与其所在的男团一起合唱 结果最后不仅被放鸽子 而且还被拉入了黑名单 可即便这样 林俊杰还是被其粉丝质疑 耍大牌蹭热度 当真是令人震惊 不过江涛及所在的男团 可不单单是影响力火爆 仅是2021年一年 他们就承包了香港近70%的广告和代言 无愧于香港第一男团的称号 当然这还只是令人震惊的冰山一角 前段时间江涛过生日时 粉丝未给自家哥哥庆生 还直接将香港中环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了维持现场秩序 香港警方更是派出了几十位警务人员疏散 如此夸张的追星方式 恐怕内于看到了都要直呼自愧不如 只不过相较于江涛粉丝疯狂的应援方式 内于粉丝最难理解的 还是港圈审美的降低 曾经的四大天王随便挑一个出来 颜值都是炸裂般的存在 可看现在红到发紫发绿的四大天王 颜值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当然作为顶流也需要保持自身形象管理 和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 而江涛恰巧避开了这两样 不过在这场晚会最后 江涛还是出于身体原因没有前来参加 若是他与肖战同框 两人绝对会是当晚最耀眼的存在 别再指责玉骨瑶是第一配版的花钱骨了 两部剧其实并不同 虽然人物设定都是师徒虐恋 在造型上也有些相似 但这两部剧还真不同 花钱骨中的白子化宁愿允命 都不愿向化成妖神的小骨低头 更不愿承认自己爱他 然而在《玉骨瑶》中 受尽折磨的人却变成了肖战扮演的石影 明明已经断绝红尘是要终身侍奉神明 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善良活泼的朱颜 明明已经心中有了答案 可石影却还是在意他到底爱没爱过自己 也难怪电视剧播出后 人们纷纷直呼石影一哭瞬间心碎 花钱骨中的小骨即便最后命数已尽 却还是将全部修为都度给了白子化 嘴上对其下着最狠的诅咒 但究其字字句句都是对他的关心 可在朱颜这里一直心心念念的都是白月光指缘 尤其在得知石影斩杀指缘后 不仅与他恩断义绝 而且还与其兵戎相见 直至错石石影之后 才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可以说花钱骨是虐女主 而玉骨瑶是虐男主 两者其实并不相同 唯一相同的点可能都是顶流出演的剧 当年花钱骨开播后 直接让赵丽颖火出了天气 之后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舒适女王 而如今玉骨瑶开播后 女主人民却因为颜值以及在剧中表现贫上热搜 不仅被群朝婆女跟肖战毫无CP干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因此契聚 然而人民在清平乐中的古装扮相 虽谈不上多么惊艳 但也算是秀气灵动 其优柔温润的哭戏更是让观众感同身受 当然每部戏的人物设定不同 所以呈现的感官效果也不同 在此还是由衷地希望玉骨瑶在这个暑期能收视长虹 只因五年前说了句实话 肖战差点遭到鹅场封杀 当年刚出道不久的肖战跟队友参加了一档鹅场制作的综艺 其中节目组安排了一场嘉宾们与素人吃辣大比拼的游戏 等到彭楚岳比赛时因为食物实在太辣 于是便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牛奶猛灌了一口 可当他咽下去之后 才发现这牛奶味道有些不对劲 于是便开口询问 虽然主持人解释道这就是普通的牛奶 但彭楚岳听完后还是半信半疑地打量了这个瓶子一番 彼时其他队友并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对劲 只是觉得彭楚岳是已经辣得失去了味觉 所以才会觉得牛奶味道怪 并且还在一旁不停地催促彭楚岳再吃快点 你发什么呆啊 唯有肖战在发现彭楚岳脸色有些不对劲后 立马拿起那瓶瓶子浅尝了一口 于是便有了开头纳目 彼时的肖战并不知道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险些让他被鹅给封杀 要知道这档综艺本来就是鹅制作的 而录制过程中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必定会影响节目收视率 所以为了保住收视率 节目组便删去了中间的这段小插曲 并且也封锁了这个消息 万幸的是最后彭楚岳送往医院检查后 并没有什么大碍 而肖战也幸运地躲过一劫 虽然做这件事的人究竟处于什么目的 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但可以得知的是 自从这件事之后 肖战便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无论是他走红前还是走红后 经手的任何食物都会下意识地先闻一下 确认没什么异常后再送进口中 当然这也是肖战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